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晚上的布导会 愿主耶稣的恩典与大家同在 我们常常会觉得 要怎么来决定我要不要信耶稣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比较信耶稣以后跟没有信有什么不同 如果信跟不信一样 那就这个信仰可有可无 但是如果信跟不信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这个差别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 而且这个好处在主耶稣以外找不到的 那信耶稣就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路 那今天晚上跟大家来思想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十节 二章十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他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在报加音 说是关乎万民的 十一节 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我们再看十三节 忽然有一对天兵日后天使赞美神说 十四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在地上平安归给祂所喜悦的人 对于说主耶稣出生有天使在唱识赞美神 所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神 那要借着主耶稣的降生平安要归给祂所喜悦的人 那经过三十年以后主耶稣出来传福音 他就应许要给我们平安 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 愿福音十六章 三十三节 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在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里圣经说在世界上有很多苦难 圣经说我们一生是七十岁 强壮是八十岁 但是可以夸口的是劳苦愁烦 生活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 圣经说我们有很多的苦难 但是祂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在主的里面有平安 那我们就从主耶稣传道理的时候来看到底祂给什么平安 那要得到这些平安,祂是怎么得到的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四十八节 路加的第八章 四十八节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这里记载有一个女人,她有十二年的血漏 她所有的钱都用光了 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 但是还是不能够得到医治 这个女人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 没有人拯救她,她也没有钱再去寻求拯救 但是这是她寻求神的开始 这是她得平安的开始 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太顺利 我们觉得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神的我也会有得很好 所以有时候遇到困难 常常让我们思想人的有限 当人觉得自己有限,就会去寻找神 那就是得恩典的开始 所以这里说,这个女人 四十四节说,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 血肉立刻就止住了 那主耶稣就说,谁摸我 然后很多人说,人很多,挤来挤去 不小心就靠到你了 所以四十六节耶稣说,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为什么这个女人十二年的血肉可以得医治 因为主耶稣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去 这个能力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就是创造天地的能力 是非常大的能力 那神愿意把她的能力释放出去 这个就是神对这个女人的灵敏 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随着 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随着 义病甘鬼 所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肉体有病痛,没路可走 来找主耶稣 那神就要给我们平安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写了一本书叫《亲眼见神》 就是在写他信主以后所经历的大大小小通过祷告得到的恩典 那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一些遇到困难的人也能够来学习,这样靠神来得恩典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差不多主耶稣先过的神迹,在教会都发生过 但是要体验神迹有一个条件 四十四节说,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 我们想一个女人有十二年的血痘,要靠近主耶稣何等的辛苦 她慢慢地走,一直靠近主耶稣 她周围很多人,她要挤着进去 当她这么辛苦地靠近主耶稣,这个就是代表她的信心,还有她对主耶稣恩典的渴慕 所以她病就好了 因此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地回去吧 所以在教会很多人信主以后确实有体会到神给她的肉体的平安 但是有的人虽然身体很好,因为年纪很轻啊 但是特别是来到美国,生活很多忧虑 特别是为着生存,还有很多的压力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我们所需要的费用相当地高 所以我们在忧虑生活,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 每天很辛苦做完工作,我们倒在床上还会忧虑 下隔月的房租要怎么付 小孩子长大以后教育的费用怎么办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忧虑 那人一旦有忧虑就没有平安 平安就是表示没有忧虑 没有害怕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我的平安示给你们 我所示的不像是人所示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说,我示的平安不像是人所示的 是人所说的平安,是什么都没有事情 这个叫做平安 但是主耶稣的平安不是这样 是在很多动荡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忧虑 那第一个,我们需要的平安就是对生活的需要 我们没有忧虑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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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 三十二节 这个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 三十三节 你要先求祂的国跟祂的义 这个东西都要加给你 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忧虑 因为明天自然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 这一段圣经在提到两种人 一种人叫做外邦人 所谓外邦人就是没有相信有神 跟神没有关系的 那这一种人呢 他的前途就是抄在他自己的手里 能力强的他不会忧虑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能力很强 我们会忧虑 但是另外一种人 说你们的天父 他跟神是父子的关系 就是他有一位爱他的父亲 这一位父亲就是天上的神 那这个父亲是丰富的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也知道怎么来供给我们的需要 他也能够供给我们的需要 所以在前面一段圣经 他说你们看飞鸟 谁去养活他 他也不种也不收 神养活他 那我们在神的眼中 比飞鸟更贵重 所以我们来寻求神 跟神建立的关系 做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做不到的 神都会看顾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神 和神建立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做我们的部分 而其他人会帮助 接下去就是百合花 哇,他开得多么漂亮 谁给他装饰呢 就是天上的神 我们比白花何等的贵重呢 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最简单的生活的例子 来阐明最深奥的道理 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的愉虑 都是离不开生活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就体会到神带领我们进入平安的道路 看起来好像不是拥有很多 但是很奇妙就是生活都够用 这个就是恩典 因为有这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平安 不会忧虑 不会忧虑不是我们拥有很多 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父 祂的恩典够我们用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耶稣里面有平安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主耶稣讲道完就便便给人吃 以色列在走旷野四十年 每一天在外面神就吃麻辣给他们吃 这不是故事啊这是真实的 因为神看顾他们 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 神就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有平安 但是有时候我们虽然生活的需要有了 然后我们肉体也很健康 但是还是没有平安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心里的最深处 我们得不到平安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 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第七章的三十节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你平平安的回去吧 对 这里记载有一个女人来到主耶稣那里 在三十八节开始 他在主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 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用头发擦干 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那到底什么原因呢 这个女人没有平安啊 因为她哭得很伤心啊 我们看四十七节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了 因为她的爱多 那赦免 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然后四十八节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我们就发现 这个女人没有平安啊 因为她有罪 那为什么罪让一个人没有平安 因为在我们内心里面有良心 这个良心就是神造人本性的一部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良心啊 我们做错事情 我们自己的良心不安 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平安 那这个良心不平安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 要怎么解决呢 因为里面有罪嘛 那这个罪可能是得罪别人 如果这个女人是结婚的 那她犯的奸淫 她就得罪她的配偶 那这个罪谁能够拿掉呢 这一种良心的自责 有时候一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平安 哦 因为她的内心有罪 这个罪是她失去的平安 哦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 我们看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前面 最后主耶稣说 你平平安而回去吧 你的罪得赦免了 所以我们的良心啊 在主耶稣的保血之下 祂就可以洁净 让我们得到平安 因此 有时候我们在洗礼起来 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啊 觉得非常清 一身清 That's why many people had the experience where after they are baptized when they come out of the water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so light 并不是她的体重减少 圣经说 罪就是担子 就是债啊 就是债啊 你看如果我们欠债哦 没有平安 我们在用信用卡的时候很快乐 但是账单来了 我们就很忧愁 特别是超过我们能够付的范围 到最后可能会失掉我们的房子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失去平安 那在神面前啊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标准下都是有罪 所以我们的良心啊 在神面前都有亏欠 所以人内心就没有平安了 但是等我们来信主耶稣 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主耶稣把我们的罪洗干净 亚当犯罪以后 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藏起来 神说你在哪里啊 为什么今天你藏起来了 你是不是吃的我叫你不要吃的善和果呢 因为他赤身肉体 他没有平安来见神 他今天我们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每一天睡觉以前 我们所有的罪大大小小跟主耶稣承认罪 然后他赦免我们 我们就很平安睡觉 所以平安从哪里来 平安从我们的良心不自责 最后平安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改变没有害怕 好, next piece comes from having no fear about our surrounding 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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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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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 门徒来叫醒他说 夫子我们上命了 耶稣醒了 赤则那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平息了 这里说耶稣跟门徒上船 他们打算渡到湖的那一边去 然后正行的时候耶稣就睡着了 但是忽然起了暴风 船满了水将要沉下去很危险 其实这一幅的图画就是我们生活常常发生的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风浪 比方说忽然间公司被解雇了 这个是风浪 这个是风浪 忽然间你去身体检查 哇,有癌症了 这个也是风浪 忽然间我们事业发生问题 忽然间我们的婚姻发生问题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但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我没有办法掌握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啊,那个水一直跑进来 所以这些门徒就很害怕 因为水一进来到最后就沉下去就死了 但是在这个船上我们就发现 另外一个人睡得很好睡 就是主耶稣 为什么门徒很害怕主耶稣可以很好的睡呢? 我们看他醒以后做什么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不怕 所以二十世节说耶稣醒了 斥责狂风,风浪就止住了 对于这个门徒来讲 风浪,我怎么有办法控制呢? 连水我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啊 所以这样一直下去我们死定了 对主耶稣来说 这个都在祂的掌管之下 所以祂可以睡觉 如果主耶稣可以睡觉 表示这个船不会沉下去的 那这些门徒就是对主耶稣的信心不够 所以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 您的信心在哪里呢?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环境会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神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怕 这个就是平安 所以大卫做了一个诗篇 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苦 死亡好像阴影随时笼罩的 但是我不怕 这个就是平安 为什么? 因为神与我同在 那大卫讲这个不是讲理论 他从小的时候去牧羊 好几次这个狮子来 把羊抓着 大卫追上去把他打 让羊把他抢回来 而且把这个狮子都打死了 那是因为神跟他同在 不然他就被狮子吃掉了 所以他有这个体验 他就不怕 如果有神同在 狮子也不怕 那以后这个大卫被一个王 扫罗在追 好几次差不多快死了 但是神没有把大卫交给少罗 少罗就是抓不到他 所以如果神在掌管一切 那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怕了 这个就是平安 所以信耶稣以后 我们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浪 好 我们一直求神与我们同在 求神赐给我们信心 当我们信心一直在增加 我们就发现我们不怕 为什么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信耶稣有平安 肉体的平安 对生活主耶稣照顾 我们不需要忧虑的平安 主耶稣要解决我们罪 得赦免的平安 良心的平安 最后主耶稣要在我们生活当中 与我们同在 祂给我们智慧 祂给我们能力 来面对我们生活的困难 所以我们不怕 这个平安太宝贵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 因为信与不信 确实差别太大 这是祂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好,我们来尝试 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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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